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南新闻 阿弥陀佛关怀中心一行十多人 上周六由达拉斯抵达休斯顿 除了乔界长官领袖设宴热烈欢迎外 并于西尔顿花园旅馆举行欢迎会 乔包当场赠送了爱心夹克给十二位飞翼青年 让这批年轻人感受到海外华人 传递给他们的温暖关怀之意 阿弥陀佛关怀中心上周六由达拉斯搭车来到休斯顿 准备进行两场巡回演出 驻休斯顿经济文化办事处夏季昌处长 在丰林小馆举行了午餐会 热烈欢迎阿弥陀佛关怀中心创办人 慧李法师等一行十九人 应邀出席餐会的由休斯顿恰恰中心主任庄雅书 世华工商妇女期管协会总会副会长林书英 世台基金会秘书长林志明 美南报业集团董事长林卫华先生等乔建领袖 和远道而来的贵宾一同共进午餐 场面温馨祥和 随后在下台的谢尔顿花园酒店举行欢迎会 这次活动的总召集人林书英免费提供场地 驻休斯顿经济文化办事处副处长齐永强 乔教中心主任庄雅书和社团代表热烈出席欢迎会 会中惠李法师致辞时表示 此次全球巡演原因是要宣伪侨胞 但是侨胞的热情和暖暖的关怀 宣伪的感觉除了感动也心存感激 这次阿弥陀佛观怀中心在休顺巡演的各项食宿和开销 都是由乔包和社团赞助 总召集人林书英在会上也感谢乔包 送爱心不为人后的善举 那在休斯顿呢 我也是非常的感谢所有赞助 所有承办的这些姐妹社团或者是厂商 都很大力的支持 就是因为这个爱 大家把大家的爱心都结在一起 曾经担任南非共和国国会议员的 他们也都愿意说希望能够助养一些孩子 那我们在我们这次整个活动当中呢 我们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简介 就是台湾爱飞养的简介 在台湾爱飞养的简介的最后一页呢 有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助养办法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说 有更多的朋友呢 跟我们一起耕耘这块福田 当天乔邦们准备了12份爱心夹克 希望这群年轻人在接续寒冷的巡演地区 穿上爱心夹克 保暖自己能够继续传爱 12位非洲年轻人感受到了 乔邦们满满热情的关怀 最后用闽南语为大家献唱 献唱温馨感人的气氛 让贵宾们感到暖在心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